Hello 大家好 我是悉民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是Bobby Brown新 这一周吧 这一周新上市的 在澳洲这边新上市的一个新款的 那个金色唇膏笔 我自己呢昨天去试了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喜欢 不管怎么样总算在这个 疫情然后这么长时间以后呢 我感觉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彩妆出来 然后这个笔呢就 真的是挺好的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试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外包装的话呢 它就是颜值都在线的 看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整个就是金金闪闪的 然后呢从这个质地来讲呢 它不属于特别特别沉的 算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唇膏里面 就是专柜的唇膏里面呢 它这个质感还是在线的 就比如说跟YSL啊什么的相比 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去跟它 类似跟它价位的这个Hourgloss 那Hourgloss的这个明显就质感 会比它好很多 还有那个Christine Louboutin 那那个就是也是 我自己都觉得它的那个身体 都很沉的抓起来很有质感 但这个来讲的话就轻很多 但是它也是这种金属的 然后就很漂亮 大小来讲的话呢 反正我想要给大家对比这个 笔身的话呢 大小我自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这个是Hourgloss的 然后呢这个是Bobby Brown的 我自己觉得这两个 其实大小来讲是最像的 我这边还有一个之前 Chanel的这个唇膏笔 它就比Chanel的唇膏笔要细一些 然后个子也高一些 所以整个颜值上就更漂亮一些 整个这个笔的话呢 先说一下它价格 价格的话呢 它我自己感觉应该是 现在又创新高了 它是56澳币一支 然后呢 但是它应该挺贵的 就是它的这个克数啊 一支笔只有一克 跟它有类似价格的 可能就是Hourgloss的这个 这个是也是55 56左右呢 但是它里边是0.9克 那像其他的这些呢 虽然它价格可能比它 上上下下都是这种 70以理吧 但是呢 它的这个克数明显就会比它们多一些 所以的话 我自己现在感觉 可能市面上面最贵的唇膏之一吧 应该就是这个 好的 那说完包装 然后就说一下颜色 颜色这次呢 澳洲一共上市了13个颜色 13个颜色的话呢 它基本上裸色不多 或者说它基本上没有那种纯裸的裸色 它是从就是粉红 然后呢 过渡到中间的红 然后呢 有橙红 棕红 然后呢 最后一直过渡到那种紫红 我昨天在店里面基本上都是了 然后呢 我自己pick up出来 这 这四支 这四支里边呢 有这一支 就是颜色包装 跟其他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限量包装 它的颜色是 在其他地区发售的时候 就好评度最高的一个颜色 它叫 Terra Cota 它是一个那种橙红色 然后就是非常百搭非常百搭的一个特别有活力的一个颜色 它自己呢 要提醒一下就是 这个带红色的限量包装 它有这个颜色 常规包装也有这个颜色 但是特别有意思是 我昨天在专柜试的时候 我试了一下常规包装的 这个叫什么 我又忘了 这个Terra Cota 还有这个限量包装的Terra Cota呢 后来我发现 这个限量包装的会更好看 就虽然它名字不一样 名字是一致的 但是其实在光感上面呢 这个会更润一些 然后呢 更有光泽一些 然后呢 这个的颜色稍稍偏粉 肉粉一点点 然后好像有一点点带闪 所以的话 我觉得如果能买到这一支的话呢 就优先买这一支 但是那一支的话 就差别非常细微 但还是会有 然后剩下的这几支呢 我都是挑的就是 比较适合这种 就我们现在疫情过后的这个时候 因为我 现在基本上每天出门都是 非常非常轻的粉底 像我今天的话 我就是脸上面 放了一个那种 有一点润色效果的防晒 然后我脸这边 有一些过敏的地方 我用那个粉底 为了给大家吃色 就是粉底遮了遮 所以我感觉就是 这一套唇膏比出来的话 就特别适合我们 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时局 就它整个的颜色的话呢 先说它的质地 质地就超级润 它在涂它之前的话 完全不用涂护唇膏 也是可以上嘴的 尤其像我这种敏感皮的话 平时我都是要涂这个护唇膏的 但是这一支的话 真的超级润 然后呢 色泽就没得说 它就是那种 因为它叫define嘛 它这种define系列的色泽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它的笔尖的话呢 精准度也是特别好 因为它就整个 就是有一个削笔器 然后呢 你可以画来讲的话呢 就是画得很精细 可以看一下这个里边 它就像一个小蜡笔一样 持久度来讲的话呢 也非常好 它的颜色其实是会 留一点点 就是会steam在你的嘴上面 一点点 然后那一点点的话 刚好就是说 如果万一口罩给蹭掉了 你还不至于说是 一下子就给掉霉了 然后再说它的这个脱妆 脱妆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戴口罩嘛 脱妆我自己就觉得还好 就是你画完了之后 如果你用纸巾稍微阴一次 它就极少 可能会涂在那个口罩上面 所以总体来讲 我感觉就是它从质地 还有它的颜色 还有它整个的这个着色力的话呢 都特别特别适合 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好的 那就赶紧进到试色吧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自己挑的四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屏幕里边 可能看的都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里边就是比较 这个就是比较偏自然的 因为我自己唇色的话 其实是稍微偏深的 然后呢 这个色特别特别的自然 特别特别的推荐 它叫Violet Vision 它是那种有一点 糯糯的粉红色 然后呢 这一个色是First Edition 这个色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色 就如果喜欢那种豆沙粉 然后平时要上班的人的话呢 就稍微微微的提气色 这两个色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这两个色里边呢 我感觉我挑的 都是比较有代表的 这一支呢 是叫这个偏粉一点的呢 是叫Water Lily Water Lily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 很亲切的 很亮 就整个一个很亮 但是它又不艳俗的一个粉色 就Bobby Brown做粉色 真的没得说 就是它能做得出来 这种艳而不腰的粉 然后呢 这一支的话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Taracotta 然后一个那种 柿子红吧 就可以那样子说 也是非常非常的 我自己感觉就是 非常非常的润 然后呢 它又不像普通的红 那么常见 它就是还不是很常见 然后和它这个 比较相近的一个 叫Rococca 它是一个棕红 棕红的话 就是喜欢棕红系的 我建议那支也一定要入 好的 那就上嘴咯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 那个Steam嘛 所以我就先挑一个 最淡的颜色 这个就是 Wiolet Vision 就是紫色的Vision 然后 我自己嘴上面 现在就是一个 无色的护唇膏 这样擦过的 还有和一个这个颜色 一样的一个颜色 就是非常类似 然后看起来 那个粉更温柔 它的颜色是叫 Romantica 还是Romantic 那那个的话 就是浅色唇的话 可以是 那这个就是 深色唇可以看 它整个就把我的唇色 它跟我的唇色 是基本上一致的 然后把我的唇色 做了一个均匀 所以我自己觉得 觉得这一个 就是平时的话 如果哪怕我出门跑步 我就用这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超级超级润 它真的就是一个润唇膏 平时涂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斜面去涂 然后呢 这个笔尖的话呢 去勾轮廓 就用起来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试哪个 试这个First Edition First Edition 其实是我自己 特别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 一定可以用完的 其他的几个不一定 对这样就画好了 哎呀 我好喜欢这个唇形呀 就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唇形的话 就真的因为 可能它是一个笔 所以的话 它真的就是把你这个唇形 整个放下出来了 然后这两个颜色的话呢 如果画在手上面 嗯 它的 一个稍微偏棕 一个稍微偏粉 这个是啊 那个violet 然后呢 这个是First Edition 我自己如果推荐的话 我肯定是喜欢 First Edition 多一些 但这个的话呢 我感觉也是 特别喜欢 当时没有办法取舍 所以就把这两个都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试的话 Water Lily Water Lily 也是大爱 就是非常非常的爱 它整个这个颜色 就是燕而不要 看 整个的话 这个颜色 就是上了嘴之后 整个脸就会亮起来 但是它并不显黄 所以这个就是我喜欢 它这只颜色的地方 通常这种 肉粉色上了脸的话 可能一下子让肤色会暗 嗯 但是这一只的话 上起来就是觉得 你人一下子亲切了 我整个看着这个颜色的话 我人都开心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Water Lily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的一个 这个就是它的Terra Cota 然后这个就是 狮子红 就你们有没有看 其实我脸上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妆的 然后呢 但是它整个看起来的话呢 一下子就觉得 我好像是精心化了妆 出门的人 所以的话我觉得 这个就是 嗯 这一套颜色 它出来了以后 特别特别 就让人喜欢的地方 嗯 非常非常推荐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儿 反正我 这个是我第一次 录一个口红失色 我也不知道 就能不能帮到大家 嗯 希望大家喜欢吧 嗯 好 再看一下颜色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